好 現場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今天夏日 然後歡迎唱會 大家跟我一起嗨好嗎 好 讓我聽到大家的尖叫聲 大家誰是開放 大家給自己的掌聲 大家可以用音樂 好 今天呢 待會 會出現哪些歌手 大家期待嗎 期待 好 那就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歌手出場 掌聲歡迎 剛剛呢 就是我在演唱會主持的Live轉播 請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好嗎 為什麼要示範這個主持呢 不是為了要打倒那個卡羅莎 只是呢 因為要讓大家感受一下不同的聲音變化 聲音對一個主持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何去改變用你的聲音去塑造一個現場氣氛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在這之前呢 我想問問大家 你的夢想是什麼 現場有夢想的朋友可以舉個手好嗎 好 幾乎每個人都有 有沒有夢想的人嗎 好 每個人都有夢想 但是你要怎麼樣去達成 你有想過 你要怎麼去執行你的夢想嗎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要分享的就是我的主持夢 我的夢想就是希望可以成為一個主持 所以在我大學的時候 大學是台藝大廣播電視系畢業的 那在大學的時候啊 我就在聽廣播的時候 聽到廣播裡面的主持人問說 你的夢想是什麼 把它寫下來寫在明信片中寄到電台 電台就會送一張CD 那時候我就在心裡想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廣播節目主持人 散播歡笑 散播愛 讓世界更美好 然後我就默默的把這個明信片寄了過去 於是這個夢想就像一顆種子種在我心中 而這個種子也隨著我在大三實習的時候 我遇到了一位我的啟蒙恩師 張景老師 沒錯 這邊有夥伴認識他 他是警察廣播電台的 連續好多年的金鐘節目主持人 我在實習的時候 正在他旁邊實習了一個月 那在這過程中他也教導了很多 而就在畢業後 畢業後我上了他的聲音訓練的課程 從此改變了我的一生 沒有啦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在我在上他的課 然後他鼓勵我們同一堂上課的夥伴 一起去撰寫節目企劃 然後錄Demo 然後投到那個教育廣播電台 參加兒童節目的徵選 那時候我們就很幸運的 我們用魔法森林電電電這個節目 爭第一名徵選上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了 我當廣播節目主持人的生涯 那這是我在教育廣播電台 做一個那個open studio現場直播的一個照片 那當時呢 這個不是在教育廣播電台裡面 那但是他是一個算是搬到那個台… 大家知道台北士林科照館嗎? 士林科照館那邊有個open studio 就是當時我們在兒童節4月4號的時候 在這邊去做一個現場Live 直接現場那個轉播 那你知道知道 其實通常我們一般錄製兒童節目 因為他裡面有非常多的音效、配樂 然後而且要加上變聲 那時候其實兒童節目在現場製作 其實是不簡單的 就是會比預錄還難一點點 因為你要同時像我就是同時我要配音 同時我要演戲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是用個演戲的方式去演出 那我們又要做那個什麼 就是in call 自己放配樂 然後同時還有小朋友一起來跟你做互動 那其實那個困難度是比較高的 那其實還好當時的小朋友都還好 沒有給我們太大的難看 就是還滿配合的 就是我們為什麼他打什麼 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會小鬧一下這樣 不過還好一切都很順利完整 那我也很開心就是可以在那個 就是終於有機會成為一個廣播節目主持 那我在剛剛那個 為什麼說的字是變色龍 因為我剛剛在那個教育廣播電台 我說他是一個兒童節目 他叫《魔法生理電力電》 我在裡面擔任了角色就是變色龍 大家可以想像變色龍是什麼樣的聲音嗎? 有人聽過變色龍的聲音嗎? 如果他是會說人的話 他的聲音是什麼樣的呢? 大家想聽嗎? 想 好 那我就讓我們掌聲歡迎變色龍出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變色龍 很開心可以來到這邊 和大家見面喔 大家開心嗎? 開心 好 小掌聲謝謝變色龍 好 好 那就是就是你當一個節目主持人 或者是廣播配音員的時候 就要學習變聲就是聲音的一種轉換 那這個當時我就是直接變聲在錄這個節目 我沒有透過機器去做變音這樣 好 那 雖然跟長長看似一切都順利 但是呢就在我在做節目的大概幾個月後 就突然發生了一場意外 就是從樓梯上摔下來 就是從家裡樓梯啦 有不小心雷才穩 結果就跌傷了 然後那時候我傷到我的脊椎 還有就是有輕微腦震盪 那時候我還硬撐著去工作這樣 那但是後來就發現沒辦法 就是後來就因為有輕微腦震盪 所以就必須躺在家裡休養 所以就因為了這個意外啊 就開始思考說 因為我家人就是一開始都不太支持我 走主持這條路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覺得主持這個工作不穩定 然後可能收入也不一定很好 就是如果是廣播主持來說的話 然後所以呢我就那時候就在想說 自己到底真的適合走主持這條路嗎 所以那時候加上我的家人就是爸爸是公務員 然後他又希望 其實他在我畢業的時候就希望我去考公職這樣 但是我都一直很反對 因為我就說我是廣階系畢業的 為什麼我要就是不挑戰自己呢對不對 然後然後為什麼要去當公務員呢 因為公務員的生活 其實沒有像主持這麼的好玩有趣 然後所以就是在這過程中當然就是邊休養 也是有還是很乖的聽了爸爸的話 然後去買書啊來準備考試啊等等 那一般那個雖然節目 因為我們是一個team一起做那個節目 所以雖然節目有在進行 但是可能一邊也有在想說 自己未來的路到底要如何走 那其實在同時這段過程中 其實我有在那個好事989 擔任那個節目企劃 那其實當時候就是撰寫那個廣告文案等等 那其實這個工作也因為我這個意外就是失去 就是我必須辭掉 因為那你沒有 你如果頭腦沒有辦法想文案 是沒有辦法工作的 好 那也因為遇到這些挫折 就是讓我當時就覺得還蠻難過的 那可能是在我一邊 我後來離開了廣伯節之後 我就一邊再做一般的上班族 然後一邊在想說 到底我們繼續回到主持這個舞台嗎 我這段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在有一些活動 就是例如說我們上班的時候 不是會有尾牙 尾牙活動 老闆就可能會請你來主持 來幫忙主持 那那時候因為老闆知道我本身有主持的這個專長 所以就請我去主持了 來結果效果不錯 獲得同事們的好評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繼續往主持這個發展 那個夢想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我覺得夢想就是一種讓我堅持 就感覺到幸福的東西 因為我喜歡它 所以我想去做 所以那時候也因為就是陸陸續續 有接了一些不同的活動 然後我也在那個2014年是金凱瑞在那個 他有一場大學演講中就有分享到說 他說他爸爸其實也很想當演員 但是他爸爸覺得當演員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爸爸就選擇一個很保守工作 是會計工作 結果就在他金凱瑞14歲那一年呢 他爸爸失去了這個工作 然後他就想說既然連他爸爸做 就是說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都可能會失敗的話 那何不放開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所以金凱瑞就很很很很堅持的去做了演員 也大家也看到今天他是一個成功力的人 然後所以我也因為這句話 開始去參加主持班的訓練 然後不同的主持課程 然後接了不同的主持活動 例如婚禮、尾牙、晚會、記者會 還有外移、看天理、頒獎店等等都有 然後這是我之前的一些主持的經歷 就是在101年到2014年的時候 有主持了國慶的記者會 然後還有古人地區的愛心圓遊會 搖滾演唱會 然後一些尾牙活動等等等等 其實還滿多種類型鋼琴符咒、一些講座 而且像廚師營還有這個不同類型活動 那這是之前的104年國慶記者會的照片 然後這是鋼琴演奏會 然後這是那個一個頒獎典禮 那我們是以空節的成本出現了 那這也是一個復興團的那個韋牙活動 那這也是一個韋牙活動 帶你白天工作 那這是那個復興團的韋牙活動的場合 然後人數也是非常多這樣 那這是另外一個公關公司找我 去做一個戶外活動 就是搖滾演唱會的主持 那現場他是戶外 就是有非應該有好幾百人在現場 那你要怎麼樣去handle 那都是一個必須要靠經驗去武器帶動 好 然後這是在臺北市政府前面的 一個復興公益入討活動 那這是在中日健堂也是一個雲遊會的 有獎徵檔 你看現場觀眾就是會有一些給你feedback 那這個故事我要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如何踏上了我的婚禮主持路 因為在我第一次接婚禮主持的時候 其實只有一個禮拜時間 就是從接知道到上場主持是只有一個禮拜 然後那時候就在想說要接嗎要接嗎 因為我沒有完全沒有主持過婚禮 然後所以呢那時候心裡其實是有點小小症状 但是我朋友就說哎呀就是你了 就是他就是找我幫他朋友主持 然後我就說好 既然我這麼愛主持的話 我就勇敢的接受挑戰 所以呢就在那禮拜 處於一種非常高壓的情況下 我從收集資料就是開始問 欸有準備有辦過婚禮的朋友啊 然後那個所有資料就是相關收集 然後就最後順利的主持了這場婚禮 然後雖然說第一場婚禮沒有非常完美 但是我覺得就是從挫折中去學習 從失敗中去學習 也不算失敗啊 就是有順利把它完成 然後呢那個新娘也是有感動多累 那這張照片是第二場婚禮 第二場婚禮這新郎是我朋友 那我在主持完這場婚禮的時候 新郎的朋友跟新郎說 他問我他問新郎說 你這主持人是半天安排的嗎 他說不是 這是我朋友 他說 他說難怪我覺得他口條又好 然後主持人又很有溫馨感 而且又非常有條例 而且重點是給人非常有幸福感 他是想說 誒他這是他在最近他參加這幾場婚宴中 覺得最溫馨最有最感人的一個 然後我就非常感謝這個朋友跟我分享這段話 因為那段話給我很大的激勵 我想說我第二次主持婚禮 就可以給人有這種感覺 其實給丁克有這種感覺 其實讓我是非常有成就感很開心的 然後就覺得深受感動 就鼓勵了我的主持婚繼續熱血下去 好 那這是在那個主持那個福清活動 兩天一夜的活動 我去幫他們主持一個世界公民咖啡館 然後也是用不同的形式來帶領這個活動 那就是得到了一些夥伴們說 一些評語就是說 超棒的主持人啊 我對你很有印象的主持人超棒的 我覺得這些小小小小的鼓勵 都是繼續讓我堅持走這個主持路的 因為主持這條路其實非常辛苦 不是一般人看到的 你站上你會說話就可以站上來主持 其實他的事前準備工作非常的複雜 然後非常需要經驗去累積 好 那最後就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放膽去做夢 只要你敢做夢你就能實現它 就是我自己就是本身政治話最好的例子 然後 那我本身就是現在是活動主持 婚禮主持 而且是聲音表達訓練講師 那我的粉絲專頁是布林達麥克風 大家也可以幫我按個讚支持一下 那我在7月份的時候 也會開個主持班的課程 如果你想要擁有魅力人生 讓你改變人生的話 歡迎來找我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好的 最後一頓掌聲謝謝布林達 謝謝